喜欢吃鸡肉的民众听到下面这个消息或许要多小心一点 台南县有一名鸡农因为所饲养的鸡之生病 因此就向药商来购买抗生素 没想到三天之内两万多只鸡陆陆续续死亡 经过调查之后才知道药商它卖的都是假药 两万多只鸡突然暴毙 周兴养鸡农民是育苦无泪 当初还以为是什么流行病 没想到是因为买到了伪药造成的 就是这种药造成了鸡之大量死亡 续产防治所验出来是造成鸡之中毒的主要原因 警方事后逮捕了药商郭国华 结果发现原来他卖的药都是假的 那伪药它是有一种是它自己制 它是自己调配的 调配做了以后呢 它就像农民谎说它是有卫生室核准的 结果农民受骗上当还损失承重 由于国卿嫌犯所卖的为药 销售到多家的养鸡场 因此检警还要继续追查 台湿新闻黄富奇才能报道